啊 好 好 好 行了娘 先走了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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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见到梦婉了吗 走 本官倒是记得 当日在堂上你是说过 还有很多受害者 但我让你报上名来 你却又不知 这不是空口白牙吗 这次 我有证据 那呈上来看看 这方帕子的主人名叫丁如 也曾是烟雨绣楼的绣女 如若相公还记得 就是前些日子 在烟雨绣楼里 坠井而亡的小娘子 这方帕子一字一句地记录着 丁如在烟雨绣楼里 所遭遇的一切 丁如踏入烟雨绣楼不足半年 便丢了姓名 她的死并非意外 而是自枪 自枪 一张帕子能说明什么 而且现在丁如已死 死无对证 你们又如何证明 这帕子上写的都是实情啊 这烟雨绣楼中 有不少的绣娘 嬷嬷 自是知道些什么 大人如若不信 大可传唤他们 挨个儿前来问话 来人 相公 去烟雨绣楼 把绣娘和嬷嬷通通找来 是 人呐 太不愧是临阵脱逃了吧 人呐 太不愧是临阵脱逃了吧 万儿啊 娘都是为了您好 咱们趁人日子前 暗计 暗计太弱了 月王后遇 可我还能让别人听见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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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你快 你好好在家待着 娘 娘趁早啊 会尽快地 把你的婚室递下来 让你嫁出海中府啊 好好好 听话 听话 娘不会害你的 你是娘肚子里出来的 娘不会害你的 醒了就过去了 快 醒了就忘了 快走快走 听说有人撞过烟雨凶樓的无线人上 走走走走 你们可曾有人见过 无连同丁如有亲密接触的 这烟雨秀楼的内院 只有女子 丁如肚子里的孩子 不会是凭空而来吧 可那外院还有小厮呢 又不是整个秀楼 只有先生一个男子 那你们又有谁见过 丁如与小厮有往来的 我好像见过 详细说说 岳墨市两三个多月之前 有天夜里我从秀房回去 有些晚了 我经过外院墙边时 看到丁如同外院小厮孙才在那里 看起来有些亲密 我没敢多停留 就赶紧回厢房了 嬷嬷您是不是也见过 是啊 我的确也见过 那丁如啊 经常偷偷溜到外院的杂间里 去见那孙才 有次被我见着了 我还顺了他几句呢 那孙才人在何处 把孙才带上了 是 下跪何人 回知府相公 小人便是孙才 本官问你 你同丁如究竟是何关系 我 我 若不从事找来 本官只能行训啦 是他先供应我的 他洞子里的孩子 我身后来才知道的 真不管我的事啊 你胡说 真不像我饶命 真不像我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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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你郑也不像我饶命啊 真不像我饶命啊 你也不像我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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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 这便是 你便是有时候 这帕子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知府下门 此事在下之前未能查清 确有争议 既然丁家父母尚在 不妨将他们传来疑问啊 这丁如此在烟雨修楼 那丁家父母定是心还怨恨 他们说的话又如何能作数呢 这倒是不难 您仔细看看那帕子上的 可自己再请丁家父母 取一些丁小娘子生前的字帖来 一对便知 大胆令如烂 竟敢伪造正物一刻之罪啊 我没有 这是什么 您说令小娘子伪造物证 可有证据 你刚才说这方帕子上的字迹 是丁如死前留下的 可本官刚刚看了 这上面的墨迹分明就是新的 断然不会超过十二个时辰 丁如已经死了半月又 怎么 你还想狡辩吗 不可能 你是说本官当扛诬陷你吗 那帕子是昨夜 丁如的娘亲手交给我的 不可能有假 那你就是与丁家父母共谋此事 来人 把丁家父母带上来 相公 我和丁家住在同一个巷子 他们一家人今日天刚亮 便举家离开淮州府了 此刻怕是已经出城走远了 跑了 那定是心虚才会逃跑吧 令如烂 你还有何话讲